可以帶來好風水的開運植物 有哪三大特徵呢 一起來看看 在辦公室或是家中名財委 常會擺放開運植物 或者是萬年輕來當開運招財的植物 但是除了這兩種 還有哪些植物也能開運招財 帶您一塊巧巧 其實像是發財樹 或者是綠色植栽 只要掌握三大重點 都可以助攻運勢 第一個我看起來是 翠綠 翠綠的 綠綠的 或者就是說呢 我的葉子看起來是圓圓肥肥的 或者說很充滿水分的 只要有這三樣 或者是說呢 其實我開的就是 我長的相對是比較茂盛的 它都能夠拿來當作 所謂的招財的植物 實際來到花市 有好兆頭的綠植呢 也大受歡迎 像是白水木 好養又好照顧 或者像是龜背玉 則是有長壽跟健康的意義 開運植物不再只有 新運竹萬年金 風學老師一語點出 只要有好寓意 都能催旺氣場幫助運勢 所以以前的人看到牡丹花 就會聯想到 哇 花開富貴 富貴平安 那因為我看到它之後 然後家裡面 每個人都可以聯想到這個成語 所以慢慢的人的 或是說家人的一個潛意識 就會散發出來 花開富貴 富貴平安的這個氣場 這個潛意識的能量 那很自然而然 就會藉由人的一個潛意識 去帶動我們風水的氣場 像我們中國的開運植物 有四君子 梅蘭竹菊 那這四君子其實它象徵的就是一個 我高峰亮節 然後呢就是我為人 非常非常的就是清廉 那然後呢我為人非常的正直 所以像梅蘭竹菊的話 它也能夠拿來當助我們的開運植物 就是以前的人 因為他們工作 大部分要有出席的話 就說我要靜靜考試當官 當官什麼重要 我的這個清廉很重要 我的這個口碑很重要 所以以前就會在家裡面 掛這個梅蘭竹菊的字畫 象徵出我高峰亮節 像是日式庭園中的松柏 好寓意不用說 還能幫忙照貴人 有很多的職業吉祥話 像是松柏長青 迎客松 那所以松漢伯你在家裡面擺 或在庭園裡面種的話 它也象徵說它能夠幫我們招貴人 因為你看很多的這個餐廳 它在一進門玄關的地方 或是客人停留的地方 收銀台的地方 它會放一個迎客松 那這迎客松長的方向就是 由外而內 它是外而內這樣長 它也有去一個接引貴人的一個功能 那你說以這個營業場所 餐廳公司 如果我貴人進來 我客戶進來 而且是好的客戶進來 那也代表我的收入 就能夠往上升 松柏怎麼分辨呢 像是您看到這個樹葉 呈現真狀的就是松 那另外像魚鱗一般展開來的 就是柏 兩者都有好的運用 樹林還有花器都有差別吧 申籤或祝壽 還有喬籤 對 其他的松柏長青 養得好 綠意盎然 有生氣 風水老師就提醒 辦公桌或是家裡面 萬一放到枯萎的話 要馬上斷捨離 我們家裡面放任何的這個盆栽 一定要照顧好 因為我們就 不管是說視覺上的理論 或者是說花本身的一個氣場 因為我這個植物也好 花也好 我們要借用它是它的生氣 要借用它就是由下往上 由小而大 這樣打開的這種生氣 一旦它變枯了 變黃了 凋謝了 馬上就換掉斷捨離 掌握好開運植物重點 增加綠質美化環境之外 野方自己助攻陨市